这球也是两人配合的问题 这个球戴子颖没有意识到 运动员不会特别认真的去进行对抗 至少不像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 但是运动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陈金也提到了 说这比赛首先是保证自己不受伤 这是肯定的 因为在这种表演赛当中 保证自己不受伤是第一位的 剩下就是第二位还是要争取胜利 因为任何一个运动员只要是比赛 只要到了场上 谁都不会愿意输给对手 这样世界冠军级别的女单选手 也是在混双当中要争取 自己能够再往前为同伴创造出机会 还是过度 有的时候作为男单的队友可能接起来更费劲 因为女孩子的球 李宗伟这个杀球 你会觉得跟他平时打单打比赛 相对而言特别别扭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 因为他在单打当中 他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 但是在混双比赛里面 李雪瑞还是要慢 就主要是一个习惯 这个场上 本来一个人打一块场地的 现在变成了两个人分一块场地打 戴紫颖的战术意识也非常清楚 下压的时候都是打给李宗伟 这样让李宗伟即使是李宗伟放网 自己这边挑起来 也是李雪瑞在后场 神龙这球就是跟进 双打是放完网之后 自己强往跟进这一下 一定要快 但是双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个人看住往前 把后场留给同伴就可以了 放高了 也挺有意思 这个四个世界顶尖的单打运动员 打起双打来 开具玩笑吧 就算是漏洞百出 而且下压的时候 陈龙跟李宗伟都没有权利中杀 这也是单打的习惯 因为单打你一个人杀完之后还要上网 如果中杀的话连贯就会慢 但是双打这个李宗伟都习惯了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他就觉得中杀之后 他就觉得中杀之后我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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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自己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品高球过度 带自应枪网 好球 这样和陈龙形成轮转 也是提到了本次 宇超联赛当中所采用的赛制 今年的赛制呢 还是变成了五盘三 我们回到比赛 现在要打成了十二平 这个球 配合的基础 所以在场上就形成这样 虽然两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是却抢球了 羽毛球的这个单打跟双打呢 它完全是不同的项目 尤其是打到这种高水平 完全不一样的项目 单打就是看个人能力 双打这个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双打是一个以配合为主的项目 拖到网带上 还是被李宗伟给绑起来 连续的多拍 都会想办法 想尽办法去创造反攻的机会 但是他呢 他作为一个单打运动员 这种球我就不着急要反攻 因为单打比赛当中 你是换不过来 比赛已经快到第一局的 关键分了 拿了几分 再一个就是和戴自颖 在争夺往前的时候 李雪瑞几乎所有的球 都是他抢到了上风 甚至有直接得分 这个有一定双打基础的人 这个双打高水平 来说也确实是 我用不着费太多 费什么心思 在双打的琢磨上面 自己的专项就是单打 在局间呢 这个时间比 平时的正式比赛 要稍微的长一点 这样也给双方运动员 提供了比较好的交流的时间 沟通的时间 应该谁去救 谁去抢这个球 而不是两个人都抢球 他是有非常高的双打的水平 所以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他在整个中前半场和往前 确实还是面对戴自颖 在往前和前半场 创造出了很多 本方进攻的机会 甚至是直接得分 分数咬得很紧 今天的比赛 在宇超俱乐部联赛当中 陈龙将会代表厦门特房 他本身也是过去 从厦门队走出来的运动员 现在已经成为了 中国羽毛球队的 男单绝队主力 世锦赛的冠军 世界男单的排名第一的一号的选手 除了厦门特房作为 卫冕冠军 参加本赛季的 宇超联赛之外 还有七家俱乐部 分别是青岛 首都航空羽毛球俱乐部 广东市济城俱乐部 湖南江湾集团俱乐部 本西智慧山水城俱乐部 还有浙江净体俱乐部 江苏南通三江俱乐部 还有广东侨星俱乐部 一共是八支俱乐部 但是他们可以看出来 主要是脱胎于 广东队 江苏队 浙江队 辽宁队 湖南队 广州队 山东队 山东队和青岛队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俱乐部 还有福建队 湖北队 他们在今年都没有能够参加 没有形成一个俱乐部的形式 来参加今年的雨超比赛 但是集中为八家俱乐部的话 高手也更为集中 双方在场上的拍数是越来越多 很耐心 保持球向下走 其实这样的多拍 可能对李宗伟跟陈龙来讲 比起单打来不见得更轻松 因为他跑起来不像一个人 打单打的时候那么顺 单打经过中间训练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线路 但是双打呢 这个场上多了一个人 就像你这个开赛车 在赛道上 在赛车场上进行比赛 和你开到这个马路上 车水马龙的四环上 没准更累 这个场上也没准备下一拍 因为世界羽联每年的比赛也非常密集 非常多 就在宇超这周四开幕之后 打完第一轮 下一周是世界羽联的总决赛 投入到联赛当中 联赛完了之后 他们马上要东迅 打开 这球也是两人配合的问题 这个球戴姿影没有意识到 跟李雪瑞更好一点 这也是决赛 在宇超联赛当中 他们还是代表自己的母队 青岛队来进行比赛 场上已经打成了 这场表演赛是李宗伟和李雪瑞 15比11领先 其实什么时候 这个羽毛球的联赛 真正能发展成 李宗伟和李雪瑞有一些 准备球 难往 还是陈龙这边在下压 平高球没打到位 好球 放松 很多球就敢于去搏 抢一边 但是后场出现了很大的空档 双方打起了和平球 也能够让观众呢 更长时间的看到 陈龙李宗伟 李雪瑞和戴思影 这四大三大高手 在频道 为大家转播 江苏南通三江 对阵青岛 首都航空的比赛 上演大翻盘的奇迹 陈龙和李雪瑞和李雪瑞获得了这场比赛表演赛的赛点 最终是21比17 张青岛 下角打起了 青岛 李雪瑞获得了 陈龙 李雪瑞获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